哎 你叫包什么 包子是吧 我叫包包 包包躲妈妈 行吧包包 你赖在我们家就算了 我也没说你什么 食物也给你了 能不能帮我们做点正事 不要 你还没告诉我这魔杖是从哪来的呢 哎 小月啊 咱们这是谈上事了吗 说什么呢 人家小姑娘不是挺可爱的吗 算了算了 你们自个儿玩去吧 我是要为接下来的生活准备一些煤炭和铁矿了 毕竟我现在的任务啊 是赶紧做出一个铁杯包出来 除了必要的正在生长中的羊毛除外 对于铁重的东西啊 需求还是挺大的好吧 不然你们看我现在身上这个护甲值啊 要是同时出现两只泰坦级别的生物 那我岂不是当场完蛋 哦哦哦 对不起啊 我纠正一下 肥胖级别的生物 就他们那种水平还敢自称泰坦的生物 我是泰坦的生物 我都不愿意承认 家族里面有这种小东西存在 呜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真不错 这也能发现矿洞 不过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大家也知道 我要上去把小月也给喊下来 有他在啊 我会放心不少 哇 这里什么都看不到哎 你等着 我去坐个电梯就来 你们在干什么呢 有什么难住吗 让包包来帮你解决 我在想怎么下去 挖下去也不行 这个地方压根就是悬空的 直接跳下去的话 要是遇见沙灌龙被群殴 我怎么办 你们人累 人累了的话就去休息吧 要是问着我龙哥的话 早就直接跳下去了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这不是有一只渡成根斑吗 你看 这不就下来了吗 感觉还可以啊 这地底下的矿物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喂 你人怎么突然不见了 我在下面呢 你赶紧下来 屁股不会裂成两半的 这 这也太高了吧 要是会瞬移就好了 我去 这开个箱子怎么还有蝙蝠飞出来的 你刚才说什么 瞬移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摩影人了吧 区区人类还想瞬移 不过我手里啊 倒是有一颗摩影珍珠了 待会儿倒是给你体验一下瞬移的感觉 嗯 你怎么不出声了 下来吧 没事的 安全的很啊 不是吧 这就吓跑了 现在的小孩子怎么回事啊 回家去咯 喂 小孩 你怎么下来了 我都要上去了 刚才谁说我不行的 你回去吧 等我征服了这个矿洞再找你 哎呦 没想到这小丫头还有点稀奇啊 可以可以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小丫头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似乎我们以前认识过 我说这些羊羊君怎么不长羊毛呢 原来是脚底下没有青草地啊 哎呦 你干嘛呢 你不说话 很不说说的样子 哎呀 不是 我把那个小姑娘一个人丢矿洞了 现在想想啊 突然有点担心了 那你还在这干嘛 我与人家遇到怪物了怎么办 这 怎么说呢 你别说了 快去矿洞里面看看它怎么样了吧 哎 行吧 喂 小姑娘 你还在吗 哎 奇怪了 不会真被怪物抓走了吧